由去年2020年9月30日開始 尚康教會的尚康新歌英文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正式上線並每星期註日於YouTube首播 而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內的音樂動畫MV 是由一華牧師的兒子慈恩 每星期將一首中文的尚康新歌 翻譯為英文歌詞 再配合同工根據歌詞製作的動畫 錄製成優美動人的英文詞歌MV 然而這次由慈恩主導製作的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原來隱藏眾多極為驚人的共同信息 其震撼程度絕對令我們每一位都嘆為觀止 並且感恩神給予我們如此超然的印證 當中還隱藏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 關於一項極之偉大和極具意義的任務 是神要求尚康教會每一位成員共同去完成 但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將會留待下星期才為大家分享 首先 今星期我們會為大家分享 這次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的上線 原來還牽涉先知 Rick Joyner 於25年前的一個語言 1996年4月 他曾發表一個有關 末世經濟崩潰和大復興的語言 而這個語言的應驗之日 極可能就是今年2021年 這個共同信息 需要由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的開始和誕生講起 現在 就讓我為大家美味到來 詩緣相連2020年 由黃牧師有感動 讓兒子似恩 將中文的石安新歌 翻譯為英文歌詞 於網上與人分享英文版翻譯的石安新歌 目的是廣傳石安新歌 不但影響華人社群 更可以推廣至英語世界 讓西方社會的外邦人和基督徒 都有機會接觸到 神在石安教會身上的奇妙工作 讓西方社會 可以藉著英文版的石安新歌 進入神為這個時代所預備的同在和復興中 然而 關於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的誕生 在時間上已經出現了第一個共同信息 這個共同信息 約黃牧師於早前2021年2月26日 網上零修節目《張術契水旁》的文字被注中 已為大家分享了 現在我們先作小去重溫 事緣 約黃牧師曾於2000年間 組成一個初代的動畫組 目的是將第一個動勢 源源不絕創作的石安新歌 推向更高的一個層次 就是藉著動畫 將每一首石安新歌的異景 根據體地 以故事形式表達出來 當時動畫組的同工 經過一年多的磨合 並經驗的累積 於2001年9月期間 完成第一個作品 題目是《欣著大愛》 動畫的內容 是描述玉珍師母抱著未足一歲的兒子 此恩於凌晨時分 剛踏入2001年9月1日的一刻 為9月1日生日的日和牧師 送上一個生日蛋糕 往後數年間 動畫組缺乏技術 資源 金錢和人手 只能夠在有限資源下 製作了數出動畫 所以這個計劃佔佔亦無疾而終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2001年 動畫組製作的第一出作品 《欣著大愛》的19年後 這個以動畫配合石鞍新高的夢想 最終被故事裏面的其中一位主角 慈恩 在他上年同樣踏入19歲的時候 完成了日和牧師當年的夢想和求師 事件正好對比獅子王的故事 原來小獅子的使命 是接觸大獅子從神而來 但是最後完成的夢想 這個正如所羅門 將聖殿建造起來 完成大衛從神而得到 關於聖殿藍徒的啟示 令大衛終於能夠圓夢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所見 整項新歌英文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然而 音樂頻道《Back to the Music》 正正是由去年 2020年9月30日 即《慈恩生日當天》建立 這個疫症好對應19年前 動畫組製作的第一個作品《欣著大愛》 內容是《慈恩惠》 為日和牧師慶祝40歲生日 並送上生日蛋糕 兩者都是在生日當天面世 19年前是日和牧師的生日 而19年後即是《慈恩》的生日 當中也出現了指向日和牧師生日的數值 19 原來日和牧師於21年前 即2000年組成的初代動畫組 並於一年多後 即2001年製作的第一段動畫《欣著大愛》 早已隱藏了共同信息 指向當年2001年 日和牧師的40歲生日 以及當時尚未足一歲的《慈恩》 即動畫《欣著大愛》的主角之一 還會於日和牧師生日日期的數值 即19年後於2020年9月30日 《慈恩》生日的正日 延續19年前動畫組的異象 並且使這個異象真正成就 然而 以上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 於這兩集精華短片中 我們會為大家打開一個 音樂頻道《Back to the Music》所隱藏 絕對會令所有食安教會之體 既震驚又感動的大型共同信息群 當大家知道後 必定會更盡心 在餘下被提的日子中 揭力完成神級 由黃牧師和食安教會的時代計劃 首先 是什麼導致 食安新歌英文音樂頻道《Back to the Music》誕生的呢? 原來 大約兩年前 2019年7月17日 資料員發現一出 1989年4月21日在美國上映的電影 《夢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 其中一句極為經典的對白 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麥德拉效應 電影當中 這句對白是發生在某一天 林主角在家外面的一大片松米田當中 聽到一句他並不明白的說話 這把聲只有他能夠聽到 而且就好像神說話的聲音一樣 而這一句 有月神和男主角所說的話 在大部分觀眾的記憶當中 本來是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但現在的新現實裡面已經變成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 對白當中 本來的 they 即是他們 由舊現實的重數 they 變為新現實當中 大部分人都感到陌生的單數 he 大家途中所見 是2013年9月25日 有人把電影這一幕放上網 影片當中 這句對白已經是新現實的he 但標題卻仍然是舊現實的they 現在大家一起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如果你 build it, he will come 當然,如果電影對白真的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就會有很多的殘餘現象 大家可以自行於某些搜尋相關的殘餘現象 只要在Google 搜尋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就會看到很多人在圖片或者影片的標題當中 用舊現實的重數 they 而不是新現實的單數 he 並且,舊現實的數量更是多不升數 絕對證明這一齣電影 夢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 這一句最重要、最經典的對白 已經出現了極為明顯的曼德拉效應 然而 一件有趣的事情 隨著這一件 一兩年前發生的曼德拉效應事件 正開始醞釀 當日 整位舊會全職見曼德拉效應講座TONE的分享者 吳志雄帝興Vessel 知道這個曼德拉效應之後 表示非常震驚 因為 以往他曾經數次看過這一齣電影 早已非常熟悉電影當中的對白和內容 並且 他亦會在這個對白的舊現實 而並非新現實 Hee 之中 但是 事件一年多之後 Vessel 帝興 早已淡忘了這個曼德拉效應個案 及至上年 2020年8月下旬 Vessel 帝興 拿去當中 竟然再次浮現這一句對白 並且營養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故此 他決定回看這一齣電影 夢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 當時 適逢已經是8月尾 慈欣正在籌備送給爸爸的生日歌曲 因此早已相約到Vessel家中錄音 就在這個姻緣祭會下 8月26日 Vessel 邀請慈欣在兩天之後 即2020年8月28日 在錄音之後 一同觀看這一齣電影 這裡出現了第一個奇妙的口袋 是兩位當事人於當日從未想過 事實上 8月28日 828 正是2017年 事辦TOME 曼德拉效應講座的日子 當年 頭會就以整個講座的籌備 作為送給尤華牧師的生日禮物 然而 三年後的同一日 他們就在籌備尤華牧師的生日歌曲之後 一同觀賞一出 連繫甚廣 並且發生了曼德拉效應的電影 也正好回應過去 我們對曼德拉效應的其中一個立論 就是 很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其實都是神和聖恩溝通的方式 明顯地 這一次對白改動的個案也不例外 因為 在慈欣看完這齣電影之後 這句發生了曼德拉效應的對白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 也開始在慈欣的思緒當中 不斷營繞了幾天 從而促使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的誕生 原來 電影《夢幻成真》《Field of Dreams》的一句對白 令到詩欣感到要即時行動 因為 新現實對白的意思是 如果你起好了 他會來的 而舊現實對白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起好了 他們會來的 無論是新現實的單數 他 或是舊現實的中數 他們 對於當時詩欣的內心 要建立整個新歌英文頻道的行動 和感動來講 都是極具意義 因為這兩句說話 正好代表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 如果他建造這個英文詩歌頻道 朱耶穌就會來到 而第二個意思是 如果他建造這個英文詩歌頻道 就會有一大群人來看 和聽這個頻道的音樂MV 正因為這句對白所找藏去的意思 詩欣終於決定要開設 整個新歌英文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並且於一個月之後 2020年9月30日 即是詩欣正一生日當日 將自己第一首翻譯的整個新歌 編號1666 遺障愛生命綻放 編為英文整個新歌 Invincible 並於當日上載YouTube的音樂頻道 Back to the Music 北京也認識到 Pedro Pedro Invincible Pedro Invincible Col Invincib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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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隐藏的共同信息之際 频道就同时出现了这两个相关的数字 923我们知道是信仰巅峰的意思 至于19 除了指向游王牧师的生日日期 9月1日之外 更加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奇妙就在这里了 刚才我们提及 音乐频道《Back to the Music》 已经推出了20首歌曲 但是 为何频道它会显示只有19部影片呢? 原来 2月7日 慈恩配合《The Wall》拍摄的《Sing This Song》 MV 在为求力尽完美之下 在主日播放之后 随即安排了补拍 目前仍然在剪辑优独播当中 所以 至今仍美上前之频道 因此 当时才可以同时出现 923和19 这两个共同信息数字 可见能够达至这种一星期 一首诗歌都不偏差的奇妙引性 绝对是神级如智恩 制作《Back to the Music》频道的认可和加冕 然而 事件并未到此完结 真正令人震惊的共同信息之旅 才刚刚起步 后来 Vessel想起 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 这句对白改变的曼德拉效应个案 更觉得事件并不尋常 当中必定进一步隐藏了更惊人的共同信息 事实上 虽然表面看电影《梦幻成真》 《Fill of Dreams》 是一出有关美国职业棚球赛 并以《父子之情》为主题的电影 但是 因为剧本赞写及拍摄手法 充满了意象的表达法 故此 整件事就变得更值得追索了 于是 Vessel 在今年2月1日透过《Sing calling》私信 与其中一位资料员 Benny 透露了音乐频道《Back to the Music》成立的起源 并即是刚才所提及 按着《If you build it, he will come》 这句对白 分别迎曉Vessel 及赤因2人而促成 但是当Benny 听到Vessel 以上的分享后 却立是非常震惊 为什么Benny 会如此震惊呢? 原来又说 牧师在20多年前的主日信息中 曾分享过 《Break Joyner》的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的首次发表 在1996年4月 刊登在《雜誌神星期刊》中 而题目 正正就是 A few of dreams or nightmares 意思是 梦想还是噩梦之地? 非常明显 这个语言的题目 正是取材至这一出1989年上映 及后在美国 家传户晓的电影 《梦幻成真》 《Fill of dreams》 然而 最令人真惊的是什么? 原来这一则预言的内容 正正是预言 现今2021年 全世界的光景 神克以安排 斥恩和Vessel 在上一年一起观看这一出电影 唯有感动他 在9月30日 开始音乐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成为一个时间座标 指向《Rick Joyner》 1996年所发表 预言《A Few of Dreams or Lightmares》的应验时间 正是次因 将第一首英文诗歌 上载至《Back to the Music》的时间 2020年9月30日 但是 这一个在1996年发表的预言 内容是什么呢? 是否正正指向 现今2021年 世界所发生的大事呢? 而这个预言 与石安教会 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 1996年4月发表的预言 《A Field of Dreams or Nightmares》 一开始就提及 先知Rick Joyner 于1995年8月向神祷告 希望知道 将来全世界的经济走向 然而 神就让他体现一个异象 异象之初 Rick Joyner 看见眼前一片漫长茂緑的田野 仿如电影《梦幻成真》 《Feel of Dreams》开始的时候 主角置身的情景 并且在当中听到 有如神向他说话的声音 现在 让我们再看看电影的这一幕 Rick Joyner 在意象中 看见这个情景 他立即感受到 这个是代表全球的经济 由1995年8月开始 会有一段 極长时间的繁荣和富庶 17年后的2012年10月 Rick Joyner 再次在网上平台 发布这一則预言 当时他认为 这个是形容全世界1995年 至2012年的经济状况 整体而言 亦都是一片欣欣向荣 虽然 这段期间 亦经过了1997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 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 但全球的股市和楼市 仍然是处于强大的牛市中 即使经历了两次大跌 但整体而言 仍在不断上升 甚至不断创新高 然而 亦突然崩溃 现在 让我们先看看 预言第一 二段的内容 当为到本地经济的未来祈祷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个仪像 这是一片漫长茂陆的田野 我感到 这个代表长期的经济繁荣 而这个亦是 自那时以来大智的情况 1995年的8月 祈祷的时候 我再次看见这片田野 但包含了更多细节 田野的尽头被墓笼罩住 墓中不远处有一座非常陡峭的沿岸 沿岸中间有一条狹窄、曲折和陡峭的小路 看上去好像一道下山的桥 上面有和田野一样的绿草 直到底部 走进墓里的人 几乎都错过了这条小路 从沿岸上跌了下去 有些人死了 但沿岸下有些网抓住了很多人 然而这些网不是为了救人 而是为了有捕他们 其他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无中 跪下来寻找小路 似乎直觉地知道小路在哪里 寻找小路的人大多数都找到 都是小心翼翼地屈膝开始的 有些人背起降落山 从沿岸跳下去陷入大霧之中 然而由上年2020年开始至今 超过一年的所谓新冠肺炎疫情 豈不是正如Rick Joyner所见 与仪像中的情景完全一样吗 在疫情出现之前 全球的经济一直恩恩向荣 股市流市不断创新高 前景仿佛一片光明 所有人都憧憬着 人类社会可以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增长 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就像5G、智能手机、人工智能、万物互联网、 全球无缝卫星网络等等 然而上年2020年初 踏入中国人鼠裂的农历新年之際 亦是入华牧斯 结束东南亚南宝石公主号邮轮之旅后 一场所谓的新冠肺炎疫情 竟然令全世界仿余之身Rick Joyner所见的异象一样 在经历了24年的经济繁荣后 经济就此进入了一片迷雾中 无人能够知道 这次所谓的疫情会维持多久 亦不知道这种长时间封城、封关、停市、停行的生活 还要持续多久 然而奇怪的是 全世界竟然无立即出现股市和楼市的大跌 因为西人仍有着各种的憧憬 憧憬着所谓的疫苗 所谓的群体染疫而产生抗体 憧憬疫情很快会过去 社会很快会回復正常 憧憬因为疫情而损失的经济 很快会出现报复式反弹 但早在去年2020年4月5日开始 日华牧师在主日首播的新冠肺炎座谈会 第三个发展的可能性中 已经为大家详细分享过 这一次所谓的疫情 必定是会没完没了 一直发展下去 因为这个极可能是幕后 掌控全世界的Freemason 一次精心部署 为要让全世界预备好Penet Exit的重林 在世界进入啟示录所预言 末世的七年大灾难前 作出最后的庞大调动 所以全世界的经济 其实并不如大部分人所妄想 会再一次经济复苏 相反当全世界进入这片迷雾后 不久就会遇到万丈深渊的懸崖 直到谷底 全球经济会在一瞬间大崩溃 虽然这个已经令人寒战 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 最令人感到毛骨悚烈的是 当Benny在Simcalling即时回应Vessel 告诉他预言的第一段内容后 Vessel 立时惊讶不移 现在让我们再读一次 Rick Joyner 在1996年4月所发表 预言 A Field of Dreams or Nightmares 的第一段内容 当回到本地经济 未来祈祷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仪仗 这是一片漫长茂陆的田野 我感到这个代表长期的经济繁荣 而这个亦都是至那时以来大测的情况 1995年8月 祈祷的时候 我再次看到这片田野 但包含了更多细节 田野的尽头被墓笼罩住 墓中不远处有一座非常陡峭的缘崖 缘崖中间有一条狹窄 曲折和陡峭的小路 看上去好像一道下山的桥 上面有和田野一样的绿草 直至底部 原来正当他们两人讨论这件事的同一日 即2021年2月1日 当日所上载 由日华牧师分享的网上零收节目 《灾在溪碎旁》 拿用看到接地 对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性的时候 日华牧师举了一个例子 当一个人 进入一个非常大霧的森林的时候 是身手不见五指 甚至无毒有偶 这一日的《灾在溪碎旁》的插图 正正取材至这个 在信息中仅出现了数秒的例子 并且 这一幅插图 前后亦紧紧出现了这一日 完全是一日都不偏差地 印证在同一日 Vessel 和Benny 所发现 原来赤恩所制作的音乐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是指向26年前 才知Rick Joyner 所看见的遗像 并且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例子 日华牧师在这一日 长达8分半钟的《灾在溪碎旁》 信息中 仅仅是分享了几秒钟而已 但是 《灾在溪碎旁》的插画师 却在这8分半钟的信息里面 独独选择了这一句的例子 成为当日的插图 而且 这幅插图 前后只用了一日 正正就是在 发现音乐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共同信息的同一日 驚人妈 现在 让我们一起听听 2021年2月1日 再在溪碎旁 当日的录音片段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这件事我看见 可能真的是 我们的身体出现了 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知道一些人的体质 是容易放电的 在冬天的时候 那些人的体质 其实很明显跟其他人不同 但是这些不同 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肺炎 我们称为 我们的免疫系统 自己打自己 但是你发现很有趣的 肺炎也是 但我们说的牛皮线也是 其实牛皮线也是一种 我们在说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 自己打自己 红斑囊瘡也是 但是这些 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基本上西医 全部都不知道 因为是绝症 很多时候 牛皮线 严重的周身 牛皮线 只能够用癌症药 去帮他 或者用孙咖啡 去洗止痛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在免疫力上 去认不回自己的细胞 为什么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我们在现实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灵状 在现实里面 如果你去到一个森林 很大霧 大霧到你身手不见五指 你能否认得身边的人 你能不能认得 如果单纯见 原因就是 你的环境 导致你无法认他 不单止是这样 有没有进一步的印证 证明2021年 当日的灾在溪水旁 是一个双重印证 证明次因开始 音乐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是一个时间座标 只要向Rick Joyner所看见 经济大崩溃的移像 正仍然在我们眼前呢 绝对是有的 并且正正出现在同一日 2021年2月1日灾在溪水旁中 因为当日灾在溪水旁的主题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21章29至31节 经文的内容 正正是主耶稣以无花果树的发芽 成为一个时间座标 指向末世预言成就的时间 驚人吗? 《路加福音》21章29至31节 耶稣有切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他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见 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些事 沾沾地成就 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从以上多方的印证 完全证明 由赤恩所建立 石安新歌英文音乐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的誕生 其实是神所指定的一个时间座标 不单指向26年前 才知Rig Joyner所见 有关未来经济大崩溃的异象 愈然A few of dreams or nightmares 开始营业的时间 同时 这个亦都是一个时间座标 指向2000年前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当我们看见无花果树發芽 就要知道 这个是世界末日开始倒数的提示 大家有没有看见 日华牧师 在2021年2月1日的灾在溪水旁中 引用了在暮里的字眼作为一个例子 指向现今的世人 完全看不清这一次所谓疫情的真相 是因为人的身体没有经常进行接地 导致人体长期处于不健康状态 令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 因而出现所谓致命的肺炎 同样 现今世人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 亦都是这样 即使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片迷雾 他们亦都看不清将会是怎样 但他们总以为 当疫情过后 往后的繁荣和富庶 亦会一如以往地继续 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眼前的经济将会出现大崩溃 前面等着的不是一条康庄大道 而是一个万丈深渊的缘矮 现在让我们接触看看 先知Rick Joyner 26年前所见的异象 看看将要发生的经济大崩溃中 谁是事件中唯一的生还者呢 现在 先让我们读出第二段预言的内容 走进墓里面的人 几乎都错过了那条小路 从原来箱跌了下来 有些人死了 但原来下有些网抓住了很多人 然而 那些网不是为了救人 而是为了有捕他们 其他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墓中 跪下来寻找小路 似乎直觉地知道小路在哪里 寻找小路的人 大多数都找到 都是小心翼翼地屈室开始的 有些人背起降落山 从原来跳下 陷入大霧之中 依仗的第二段 提到很多人从原来箱直接摔下来死了 也有一些被网抓住 只有少数人早已经预备好 第一批得救的 是小心翼翼地走进墓里 跪下来寻找小路的人 他们似乎直觉知道小路在哪里 于是开始小心翼翼地屈室寻找 最终 他们大多数都能够找到出路 然而 那些跪下来寻找小路的人 岂不是那些以真诚讨告和敬拜的心 小心翼翼地跟随神的人吗 反观 那些由贪财的巴兰所领导 所谓的基督教教会 又有没有真正的讨告者和敬拜者呢 当然没有 世上除了石鵬教会之外 根本再没有真正敬为神的敬拜者 仪仗中 只有那些一直以来 都以谨慎和战敬的心度过每日 时常跪下敬拜和讨告的人 才会因为早已经知道神即将审判世界 不但不会在一片迷雾中跌进原来 相反 还会小心翼翼地 成功尋找到下山的道路 我们知道 这一群人 就是石鵬教会 但相反 那些会在原牙中跌死 或者是被网抓住的人 会是哪些人呢 正正就是那些 以为如迷雾一样的所谓疫情过后 世界会一如以往 招构繁华的原会人 他们以为迷雾过后 世界继续是一片翠绿田野 再欣欣向缘下 继续他们的歌舞升平 所以 他们也继续一如以往 照样借钱 供楼 炒股票 但是他们却无料到 当迷雾散去 他们所看见的 却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全面大崩溃 因为 现今世上 除了石鵬教会之外 有没有其他教会 能够拥有神的启示 可以每星期创作圆圆不绝 完全免费送出的诗歌 可以制造能够播放完美音色的全音域石鵬剑耳机 甚至 可以一日不偏差地 被神带领 得着神众多的共同信息印证 月星桑莎人626聚会的印证 人数1455的印证 石鵬剑万兼齐发的印证 以及 敬拜赞美动态 LED背景场等等的印证呢? 现今世上 又有没有石鵬教会以外的群体 他们所制作的诗歌MV 能够如石鵬新歌英文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Boon 得着神跨越19年的超自然印证 证明他们所制作的音乐MV 是神一年 一日亦都不偏差的带领呢? 可以肯定 除了石鵬教会之外 世上再没有任何教会 能够得到神的印证和认可 证明他们是神所接纳 真正的敬拜者 所以 Rick Joyner的异象所见 那些可以尋找到出路 跪着安全走下懸崖的人 必定是创作石鵬新歌 创作Back to the Music MV 及制作石鵬劍 完成神所启示 第一个音乐动势的石鵬教会 而异象中 第二批在圆埃上得救的人 是早已预备好降落山的智慧人 当他们面对圆埃时 只需要直接跳下去 然后打开降落山 如此 就可以安全着陆 但是 你曾否见过人行山时 会不会上降落山呢? 除非 他们早已预备好面对圆埃 知道自己需要跳山 然而 仲观全世界 有哪一间教会 是一早已教导人 遇早八年 甚至十年 因为PanX的重临 而触发的灾难 值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及全球性经济大崩溃 而教导弟兄姊妹 扣入Bitcoin和白银 作好最万全的经济准备呢? 试问 世上哪一间教会 甚或任何一个群体 早于八年前 已经先知先觉地 比世界首富 或全球顶尖的投行 还要早 就已经开始同心扣入Bitcoin 从而得着现今Bitcoin 曝星所带来 200倍以上的庞大利润呢? 除了我们 世上还有哪个 可以藉着早年低价买入Bitcoin 因而能够完全无私 将要来到的全球经济大崩溃呢? 非常明显 甚至Rick Joyner 意象所见 为将来的经济崩溃 以及早预备好降落散的人 举世之间 亦都唯有石安教会 不过 这个意象的内容尚未完结 预言后续的细节 更加印证石安教会 正是神于末后日子里唯一命定 旧熟计划Tuff的真命天子 The One 现在 让我们先看看意象的第三段 圆崖底是一片大海 港口中有四种船泊 奴隶船,军舰,豪华游轮和医疗船 大多数是奴隶船 其次是军舰 当中只有五艘医疗船 全都停靠于港口中间的码头 码头干净整洁,保养良好 两艘豪华游轮停靠在港口的两端 游轮码头上有很多补给品 但游轮和码头看起来都很康装 日久失收 军舰没有停靠 都在港口四处航行 意象中 Rick Joyner看见原来下 原来是一片大海 圣经一直以海形容世界 以天形容天国 那时 Rick Joyner看见海上有四种不同的船 分别是奴隶船,军舰,豪华游轮和医疗船 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 已经没有人乘载游轮 并且按住第三个发展的可能性 又说牧师很可能也不再有机会乘载游轮 然而 Rick Joyner 25年前所发表的预言中 竟然正正就包含了 拥有大量共同讯息的邮轮 不但只向入华牧师过往数次的邮轮之旅 同时 亦都正正描绘现金邮轮的惨犯 意象中 Rick Joyner看见数量最多的是奴隶船 意思是 不久的将来 当经济崩溃后 无法预早知道崩溃来临 而提前预备降落山 或者寻找小路离开原来的人 就会直接墮进那些计划性 有报他们的罗网中 Rick Joyner 认为 那些捕捉人成为奴隶的罗网 就是银行 任何人在经济大崩溃前 还未还清所有债务 例如 信用卡或留于OnKit的人 都会因为这场经济大崩溃中 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明显 他们没有听从先知Rick Joyner 或者尤华牧师 早于20多年前 向世人发出不要欠债的警告 为经济崩溃以预备Bitcoin和白银 因此 他们将成为赤贫或欠债类类的人 最终沦为银行的奴隶 事实上 这个也是启示录所预言 黑马所代表的经济崩溃 異仗中 第二多的船是军舰 意思是 当经济崩溃后 将会如历史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班 世界会开始出现各种战争 很多人欲求生存而参军 甚至在战争中死亡 直启示录四马中 红马所代表的战争 第三种是豪华游轮 游轮手停靠在港口两端 游轮码头上有很多补给品 但码头和游轮看起来都非常慷张 似乎是日久失收 这个岂不是对应现今 全世界因为所谓的疫情 再无人敢坐游轮 游轮公司面临一一倒闭 所有游轮都被荒废的光景马 第四种是医疗船 依仗所建共有五艘 而医疗船 当然就是代表属神的教会 因为Rick Joyner在更早的1993年 曾分享孤独异象 当时已经分享到 医疗船是代表属神的教会 詳情 大家可以重温2019年10月20日 首播的《完解香港乱象6》 以及当中的精华短片 《孤独异象与石鹏教会》 但是 哪些教会可以成为真正的医疗船 在经济大崩溃后 还有能力救多救人呢? 数字五 是圣经中代表五常职士 但现今世上 除了石鹏教会之外 还有其他 可以真正成传聖徒 各尽其职的五常职士 〔典 contrary〕 以上 也排断的祂缘法 世上还有其他 猿一华穆斯般的仙子和士徒 真正拥有麗血神 〔典譥之神〕 〔典更次相当〕 此一天不再偏差的啟泄誫 吸吾 没事 现今世上 除了石鹏教会之外 根本没有真正成传聖徒 割盡其职的五常职視 所以 仅像中的医疗船 space 但仅像中 有没有更深的印证 这个經濟的信息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预言当中的第七段 是如何形容医疗船和船上的乘客 医疗船的船员备受尊重 因为他们都伸穿两眼的规甲 气势足以令任何人灰乱 那些带着降落山跳下圆崖的人 全部都降落在医疗船挖在骑马头上 原来医疗船上的人都伸穿两眼的规甲 但是他们是谁呢? 按照Rick Joyner对于这个意象的补充和解释 他们身上的规甲正正就是白银规甲 Silver Armour 市民早在十年前,2011年 已经开始教导弟兄姊妹 为即将来到的经济大崩溃当中 能够救几救人,而混入大量白银作处备的 除了圣安教会,还有其他教会曾经这样做吗? 过去十年间,除了圣安教会之外 还有其他教会不断教导弟兄姊妹处备白银吗? 当然,世上只有圣安教会这样做 所以,Rick Joyner在意象当中所见 身穿白银规甲的,必定是指导圣安教会 并且,早在五年前,圣安教会已经在Saint Carlin里面 特地开始了一个群组 专门让领袖们一起讨论白银价格和相关新闻 而另一个群组的名字,正正就是白银騎士团 而西方骑士最常见的形象 喜不是就是穿着规甲吗? 并且,上星期2021年2月28日的主日 赤恩所制作《Back to the Music》 的最新一段MV 《Label on Me》 主角赤恩和他的同学 喜不是全部都戴着西方骑士规甲当中的头盔吗?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MV《Label on Me》的片段 《Label on Me》 Tell me how it's going The days have been long Can't put it into words No longer can conform Kinda like a stranger In another town There is a feeling of emptiness I can't place Far the time Can't try hands Wave alone Instead of audio 并且,这一段MV《Label on Me》 正是上述提及《Back to the Music》最新一段MV 即是,正是这一段MV 导致频道内的影片数目出现共同信息数字19 事件原船印证Rich Joyner 異常所见 医疗船上的白银规甲骑士 正正就是整安教会 并且,異常当中 在即将来到的经济大崩溃之前 一组预备好经济降落散的人 都会坐上这一艘医疗船 成为这一班新穿白银规甲的人物 这豈不是一个双重的印证 证明異常当中 五艘医疗船和船上的人 是单单指导石安教会吗 其实,異常当中 亦有形容其他四种船和船上乘客的下场 但是简单来说 五种船之中 就只有第五种的医疗船 是唯一知道将来世界走向的船 也只有这一班人 可以在这一次经济崩溃当中得着拯救 甚至最终被提到天国 再者,为何神会以医疗船去形容石安教会呢? 其实,自分享2012讯息开始 每当由华牧师教导定兄姊妹 为到将来的灾难 作出处粮 预备太阳能 或在北上涂难演习等预备的时候 都会用救己救人这个字眼来形容 而救己救人 豈不是所有医护人员在灾难当中必须有的心态吗? 所以,无怪父 神会用医疗船去形容石安教会 现在,要我们看看异常当中 如何描述医疗船上众人的美好结局 医疗船似乎是唯一知道要使用哪一道的船 能够任意穿梭乱租租的港口 直接驶入宫海 有一两艘医疗船经常驶进宫海 消失片刻之后又回来 接着下一艘医疗船也是照样穿梭落回 我在异常当中随着一艘医疗船来到宫海 突然之间,我仿佛站在船的驾驶台上 我们走得越远,天色越觉清朗 天空越发蔚蓝 不久之后变成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蓝色 除了在乘搭高空噴射机的时候才会见到 我全然被天色吸引着 目光早已离开了宫海 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已经在极高空的当中飞行 我以为医疗船会飞入太空 但是很快便降落到一个地方 似乎是全新的世界 这个地方由岛序组成 各个岛序上面有着不同文化的人群 医疗船上的商者被送到数个不同的岛序 各人到达的岛序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相同 岛序非常宁静 由美丽的白色桥梁连接在一起 桥上的人群乐意不绝 在每个岛序上面 有广阔无人的地基 皇位壮大的城市建立在其上 每个岛序并然不同 有别于任何我见过的地方 但是身处每一个岛 都立时让我感到在家一般的舒适自在 每个都好像天堂那么美好 虽然岛序似乎位于另一个世界 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 和刚才离开的世界十分接近 先知Rick Joyner所看见的异象 梦想还是噩梦之地 A Field of Dreams or Nightmares 就到此为止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异象非常准确的预言 由1996年初至2020年初 世界的经济状况 过去世界真是一片歌舞升平 经济和科技不断高速增长 各处因因响荣 就如意象所见 是一片无尽的绿色田野 这个繁荣盛势仿佛无尽头 然而 由三年前开始的中美贸易战 接着2019年开始 香港的黑衣人暴乱 以及美国各处的黑人示威和暴动 及至上年2020年开始的 所谓新冠肺炎疫情 全世界就如意象所描绘 在长年累月的繁荣之后 世界经济走入了一片迷雾之中 世人不知道将来的前景 甚至以为这一场疫情 会好像历史上的所有疫症一样 迟早都会过去 世界终归也会回复平静 甚至回到从前的繁华盛势 经济出现所谓报复式的反弹 然而 由华牧师早已藉着第三个发展的可能性信息预告 世界 将会因为Panetics的临到 而进入七年大灾难 就是创世纪中 约失 一路所解决的梦 一个关于埃及经历七个灾难的疑梦 全世界都会进入经济大萧条 只有那些早已得着神的启示 以及先知的预告 因而提早预备好降落山和医疗船的人 即是现今拥有白银和Bitcoin的成安教会 才能够在这场大灾难当中求求救人 最终带起大复兴 并且被提成为辛苦 然而 这段精华短片 整个新歌英文频道 《Back to the Music》 与电影《梦幻成真》 《Field of Dreams》的共同信息 并未完结 这一篇 我们只是分享了一小半共同信息而已 最令人震撼和感动的共同信息 要留待下星期主日 愿这一辑精华短片的第二集 再为大家详细分享 原来 于2000年9月30日次因出生的时候 神已经开始为下一代小狮子将要完成的使命 作出长达19年的精密捕鼠 其中的印证 绝对会令我们每一位 社安教会的弟兄姊妹肅然起劲 甚至可惠得令人无法直树并且战斗 敬请各位 不知留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